杨子一集没开就拿到了三百万,却成为了他的绊脚石。 杨子曾经一集电视都没有出演,就获得了三百万,但是杨子却一直都高兴不起来,这可能对杨子来说是巨失败的一次了,具体怎么回事呢? 杨子从小就开始扮演不同的角色,一直受大众的喜爱,但是杨子在一次采访过程中,说出了自己心酸的一件事,在采访过程中,杨子哭了,杨子告诉主持人,他曾经差点演过一部二十集电视剧的女主角,可是在拍戏的前一天晚上,导演突然来到他的房间,告诉他,他的角色被人屁话了, 这下可把杨子给伤透了,杨子辛辛苦苦准备了很长时间,台词都被熟了,可以说万事俱备,只欠开拍了,并且合同都签完了,主持人问杨子,为什么不走合同呢? 杨子告诉主持人,替换他的人,是导演的女儿,即使走合同争取过来,面对导演,也不可能再让他演你主角了。 杨子只好跟着自己的母亲,半夜离开了那里,当时是在冬天,他们在等车就等了两个小时,杨子感觉挺对不起母亲的,看着母亲哭了。 杨子心里更加心痛了,连忙对母亲说,虽然戏没有演成,但是我们的报酬给了,原来导演为了给自己的女儿争取到杨子的角色,给杨子三百万的补偿。 母亲看到女儿的报酬的时候,脸上露出了慈爱的笑容,两个人就这样开心的离开了。 这件事情在杨子心中留下了阴影,虽然过去很多年了,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忘记,因为当时的杨子很小,能争取到一个女主角的机会。 真的特别不容易,杨子真的太爱拍戏了,虽然得到了补偿三百万,但是跟拍戏来比较,他宁愿选择拍戏。 这件事对他的打击真的是太大了,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成为他成功路上的绊脚石,但是杨子并没有被困难压倒。 而且有了自己独特的性格,成为至今当红明星,可以说杨子这一路走来,真的太不容易了,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吧,希望他越来越红。 我也是杨子的忠实粉丝,杨子你永远都是最棒的,爱你的粉丝。